Doris Lee,Doris Lee應該是馬來西亞朋友,因為她的電話是60字頭的 她說同行產品價格很敵對,即是說你做零售的 好像是賣袋子的,我看到你的公司那裡 很多同行賣差不多的東西,價錢差不多 那大家通常會做什麼呢,價格戰鬥減價,誰減價就誰拿到的客戶 如果對手和你賣差不多的東西,她減價,客人去那裡 然後你怎麼做,你再減價,客人回來,你再減價,他進去 你再減價,再回來,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樣的生意方式是不能做的,因為剛才我們說的一個原則就是 靚的牌子是不需要減價來吸引買家的,靚的東西不用減價的 還有高端客戶也不喜歡買一些是Discounted的服務或者產品 因為為什麼這麼便宜的,我們不是戴Rolax,我們開Porsche 我們是戴LV,這班客戶是不需要減價的 你要找一個很大的品牌,我們叫一個品牌,你的性格和品牌 是不是夠強呢,現在我們見到很多中小企的朋友做生意 是完全沒有想過品牌這個東西,差不多是零的 舉個例子,你賣袋吧,Doris,有些朋友做地產的朋友 做保險的朋友,做銷售,賣外面很多同類型產品的朋友 看著,如果大家的產品是差不多的時候 那為什麼客戶要光顧你,而不光顧你的對手 為什麼?如果你每一次你出來的Sales Speech 只是告訴別人你的產品有多好,那個feature有多漂亮的時候 那你的對手和你一樣,或者你和你公司同一班的Agent朋友 已經是沒有分別了吧,已經沒有價格分別,賣東西同一樣 但是你還告訴別人你的產品有多好,那個回報有多好 你的同事說同一樣的東西,你的對手說同一樣的東西 其實你令到客戶是模糊到,原來個個都一樣的 那怎麼買呢,誰便宜誰買呢 所以當你有一個品牌的故事在這裡,當你的品牌是有一個原因 在這個世界出現的時候,你就不用再拘勵在一個不停在減價的地方 記住永遠都不要減價,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 譬如說我出去講個討論,我現在是全港收到最貴的一個speaker 是不是減價?如果有一間公司跟你講價 我們可以講,如果要講價很簡單 我介紹一些便宜的speaker給你,我身邊很多 是不是沒有所謂?因為為什麼呢? 記住就是什麼客就會refer什麼客給你 cheap客就會refer一些cheap客給你 那我為什麼要給一個cheap客現在出現在我們公司那裡呢? 我們做生意只會將你的品牌向上推,而不會向下推的 你一向下推那天,你立即輸 而且你會輸得很慘,因為我們cheap客只會refer cheap客 反過來,好的客只會refer好的客 當我們收一個這麼premium的價錢的時候 你一班premium的客人,他都有些同事或者有些不同的collect 在其他公司做,他就會將他們所給的價錢 他拿到的服務,阿Bron的公司怎麼幫助到他 他就會跟他同一個grade的同行,會這樣談來談去 你發覺每一行是很小的,很小的 當你光顧過一兩間,有一兩間光顧過你 而是一些高端客戶的時候 你的名字就會在這個層次那裡 不停滾來滾去 這一班人就會找你 所以一定不要減價 沒有價格,我可以送少東西給你 我可以額外給多些service給你 但是你不要叫我們減價 而我們的價錢,我們向上不停推上去 你可以不光顧,但是我不會因為你不光顧 我們減價,好的,有問題在這裏 反過來,你減價,你越減得多,你撿得越快 誰減價得快,撿得越快 做生意講margin 你不會一個sell,你不會一個sell,你的margin多少 你的成本多少,你賣多少,這個margin多少 好了,你的決定就是究竟你是走哪個方向 你是走很大量 很大量到其實你的margin不用那麼多 但是你是數以萬計地消出去的 你會為你會數 但是如果你為了不數的時候,你不停把margin 明明是有50元的 margin,就是你的盈利 但是因為你要減減 因為成本不會減的 你減到某一刻的成本是差不多定了 或者你找不同supplier 或者這裡可以再折一折 但是成本當你一降的時候 是很危險的事情 永遠向上推,不要減價 這個就是做生意一個很大很突然 就是我們講的margin 而且我們不是說你公司有多少人 也不是問你公司賺多少錢 是你公司有多少盈利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朋友問我 他說你公司有多少人 我20人左右 我說不可以太大的 不是有多少人是賺多少錢 可不可以這樣說? 不是你賣多少東西 是每一樣東西你賣的margin 然後把margin成你賣多少東西 那你計算了 那你那個margin成那麼多件item的時候 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要想 因為你的market share 你不可以一下子爆 如果你的market share 是慢慢grow上去的時候 但是如果grow的速度不快 但是你每次都減價 基本上你公司是沒有增長過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做法 你要想想 究竟你的business model是怎樣 減價是死路一條 OK Margin 有Jerry的問題 他就說我做地毯的 因為我要組織自己的團隊 那為什麼要找到團隊的核心價值呢? 還有就是 我曾經都有往 就是向錢的方面去想 但是好像又不流通 覺得很亂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想 你的團隊夠實正 如果你用錢去先 你是 你起步不到 為什麼? 如果你用錢來吸引人進來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他找到錢就走 這幫人是沒有忠誠的 這幫人 如果錢是唯一一件事的時候 如果錢是最終極 這個人只是為錢的時候 打劫也有錢 綁架也有錢 對不對? 我們做一個團隊 剛剛你做一個團隊 或者你在開一間公司 為什麼你開這間公司? 你會發覺 為什麼那時候 Steve Jobs 要再回去 Apple computer 為什麼? 他這個品牌 代表什麼? 他這個品牌 有沒有給到 某一個感覺給你? 現在我們說 iPhone Apple的iPhone Apple這個品牌 不如我們互動多一點 好嗎? 這個品牌 給你什麼的感受 他有什麼感覺給你? 他代表什麼? 你覺得這個牌子代表什麼? 代表Status 代表什麼? Apple這個牌子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很穩定 很前衛 你看 我們在這個blogcast之前 你不會知道我問你什麼問題 但當我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Apple代表什麼? 獨一無二 代表身份 質素好 這個就是這個品牌 給你什麼感受 好,我回到你那裡 你的團隊或者你的公司 代表什麼? 如果代表不到任何東西 你的公司是不值得存在 亦都不需要存在的 這個團隊 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要找一個原因 為什麼 你的團隊應該存在 你的公司 為什麼是需要存在 你的世界 如果沒有這個原因 是不需要存在 好嗎? 找一個原因出來 好,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在這裡 上面好像有一個畫 有沒有看到? 阿Sam 阿Sam說如果市場裡面 全部的商家 扣動 大家都是便宜便宜的 跟不跟 這樣會一起 抱著死 可以便宜到什麼地步? 便宜到沒有margin 那做生意是什麼? 你要問自己 究竟你做生意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做某一件事 目的是做什麼? 我們吃飯 我們希望提供營養給我們身體 我們想飽 想提供營養給我們 那就做生意 不是做生意 不是為了做生意做生意 做生意是講盈利 如果你連這件事都不想 其實這個動作 做生意這個動作 已經沒有意思了 剛剛 跑步你想為了什麼? 有幾個原因 健康 跑得快些 或者減肥 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是一些商家 不停在減價的時候 你跟著 那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已經不是做生意 你的目的只不過是 為了跟著別人做而做 而結果你不能怎麼想 想一下目的 那你就明白 其實生意這回事 你會清晰很多 有沒有其他問題? 上面好像有一個問題 我錯過了 很長 如果看不完 還有一個問題 我最終要解答一下 這個就是 阿阿蘇,Carmen 我剛剛看到你在那裡 Carmen 你千萬不要走 因為這個問題 是屬於你的 Carmen Carmen 在那裡可不可以跟我揮揮手? Carmen Chan 他剛剛可以做生意 認識一些 新的朋友一起做生意 但是做得不太好 利潤又不是太多 都不知道怎麼做法 你做生意 大家做生意一定要說margin 每一個銷售 你可以有多少盈利 你一定要看這些東西 你要問 究竟就是你做什麼客戶 你每一個margin 其實你每個月 你想做多少營業 你就慢慢推算回到每天 你應該怎麼做 你要計算的 如果 你做回來的數這麼少 不如打工 可以這樣說嗎?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朋友 尤其是中小的朋友 他們很缺乏一個 真的做生意的想法 第一件事 他們覺得生意 是很有趣 一定要做小生意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身邊的朋友 我們想做一些小生意 小生意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打工而已 只是沒有老闆而已 小生意是否這樣說 絕對是這樣的感覺 你要認知 現在我們去到2018年的10月9日 今天 我們很多的科技 已經可以令到你所做的事 已經不只是 很localized 或是在你這個本地上 你要將它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只要你有一個 不僅是做小生意的想法 你的想法 什麼想法 帶到你去什麼地方 如果你的 目標站是這裡 你不會去到這裡 你看到哪裡去到哪裡 如果你的目標在這裡 就去到這裡 如果你相信可以爬高一點 就高一點 如果你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很大的時候 你就做到很大 你要這樣提一下 你設定了目標 你要很肯定 究竟你這條路 你在公司 想做到什麼規模 如果你想不到那裡 你不知道怎麼走 而且你要問自己究竟 你應該要做到多少生意 還有你每年的毛利 有多少 即是你的 profit margin 有多少 你要設定這條數 你很肯定 要是這樣 然後你將你的目標 打小到你每一個月 然後你每一天 你應該做什麼 你整個事就很實質 記住如果你沒有 即是初初剛剛出來做生意的朋友 最好最好最好 partner一些 是有做生意背景或者經驗的朋友 千萬不要幾個人 是完全沒有這個經驗下 想要做一個大生意 肯定是死得很慘 絕對是死得很慘的機會 我相信是超過九成 所以你看到很多初創公司 通常兩年之內九成會倒閉 九成是倒閉的 為什麼 因為這群朋友不是做生意 他只不過打算不打工 出來自己開一堂 而這一堂 一來他不知道怎麼做 二來沒有人幫忙 他打算自己做某一件事 就自己做 接工作回來做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 當你的行業模特兒 是想你直接接工作回來做 這樣做 freelance 你只是一個 freelance 這個不是生意 你要想一下 business model 究竟是怎樣 那你會清楚一點 好 有問題 來自David的 David 問你怎麼可以把行為目標化 OK 你應該是 怎麼把目標行為化 你應該把目標行為化 你應該把目標行為化 例如說 如果我想每一天 不要有Money Go 不要有每句都計劃 你每一天的目標是怎樣 可以嗎 你不要把目標變成一個月 一個月實在太久 你把它細化到每一天的目標 好了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每天想找一千元 好不好 你每一個客人 你跟他談得好 你會有一千元 我當你一千元 你成三十元 你當你三萬元的月 好了一千元 那我看 我應該要見幾多個客人 那我就可以成功 close到一個客人 我通常有的經驗 我應該要見四個客人 即你的closing是25% 好了四個客人 那你問自己 究竟我要打到幾多電話 可以約到四個客人 我通常打一百個電話 就約到四個客人 即是說我逢 大約是打二十五個電話 就約到一個客人 即是說你現在每一天要做的就是 你要每一天打一百個電話 你打一百個電話 就等於有四個appointment 而四個appointment裡面 你會close到一個 而每一個 那個就等於一千元 原來一百個電話 就是等於一千元 你就是將它 怎樣將你的目標 行為化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你不行為化 你做不到 如果你不行為化的時候 是一個很幻象化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幻象 你一定要將你想做到的 是行為化 細化 行為化到每一天 你只要做這個 你就要達到這個目標 好 我們應該去到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 好 這個問題是Tommy 張的 是 他就說想請教 如何可以 有效磨合理性和感性的partner 即是等到大家的目標 因為理性通常目標為本 但是感性的人 很看當下的感受 Tommy Tommy 張一龍 最後的問題是送給你 張一龍 哈哈哈 又有好朋友 又有好學生 我們11月11月 在加拿破會見你 如果只有理性 先看著 先說一說 我們所有的目標 夢想 我們所有的夢想 是很感性的 目標在這裡 我們用心想出來 對不對 我們的理性 是在這裡 我們可以計算的 所以第一件事 張一龍或者我們其他朋友 就是你怎樣設定目標 怎樣設定你的夢想 用你的心來設定你的夢想 接著用腦來想策略 這個就是這樣平衡 如果你打算用腦來想目標 你什麼都想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會告訴你 有什麼不應該做 有什麼應該做不到 他會很根據以前我們的經驗 失敗 他會叫我們不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的潛意識很簡單 他不想我們受任何的影響或者失望 明白的 所以我們中國人 我們還有一句話很有趣 你有什麼心事 有什麼心情 他不會問你有沒有什麼老事 你今天有什麼老程 你現在的老程是怎樣 不會問 感受不在這裡 感受在這裡 你發覺所有的創業家 和所有的發明家 很感性這件事 因為他用這裡看這個世界 現在他接觸到這件事 他會問很大問號 怎樣會發生這件事 怎樣會發生 我們怎樣令到人會飛 我們怎樣令到人類可以上太空 這是一個遠景 你所有的Leader 都是一個Visionary 是一個有遠景的人 但是有遠景不夠 對嗎 還有一路 你就要找一些 有遠景的人 你看到很Visionary 他可以帶到我們的團隊 看到某一件事 某一個風景 你看到前面很美 你只要跟著Tommy 你去到這裡 Tommy 接著你要做什麼 或者其他領袖 你要找一些Manager回來 Manager就是很理性 Manager就是說 好像一個將軍 將軍就是 他要帶那幫團隊去打仗 你要做這個 這個 這個 你在哪個時間 你要做這個 這個 這個 將軍 就是幫這個Leader 由他的想法 實體化 就是你扮演 如果將軍沒有Leader 將軍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他要執行 這個Leader要執行 那個Leader給他 一個很大的遠見 接著這個 將軍幫他執行 好嗎 沒有了誰都不行 但是最重要當然是這個 當你遠景夠大的時候 你還要吸引到一些將軍 就是因為他看到你遠景幾位 但是他不介意和你打仗 所以當你有一個很 很solid的vision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solid vision by the way 你就吸引到一幫 肯和你打仗的將軍進來 所以 那個平衡就是這樣 這幫人是幫你執行的 但是 那個visionary 就是我們有遠景的人 是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人 我們就是這樣拿捏這個東西 我們將我們所想到的東西 來落地 就是等於我一樣 其實我想我和你差不多 Tommy 我們是一個很 很有 是一個visionary來的 那我就需要我公司那裡 就要 我們找很多的 很有能力的人 是幫我 將我怎麼看這個世界 是落地 然後推出去市場 而monetize到我們的想法 就是將我們的想法 再怎麼變錢 推去不同國家 靠我不行的 我在這間公司 我的目標 我的身份就是 怎樣設定方向 怎樣設定一個 的遠景 給我們的同事 怎樣幫助到我們的受眾 這就是你和我所做的事 所有的公司都是 這樣開線先的 然後找不同的partner 幫他們落地 好嗎